就是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啊 就是老师们呢 不光当初合作演出是搭档 因为小嘛 在一块玩啊 淘气啊 据说也是搭档 你这事得别问我 因为我是老实人 这里老实人第一李僧睿 第二王文友 下面淘气 这我可能是拔了尖的 农村的孩子 进了团以后玩不开了 剧场里头外的一个小院没地方 剧场顶子上头 大梁上头 就来回地穿来回地跑 别的剧场上面跑的 一般都是耗子 结果咱们那剧场跑的是你 我叔叔的 嘿 这算扑档了啊 刚刚啊 金正老师说 说自己是老实人啊 千祥老师勇敢说自己淘气 但是好像据我听说啊 四位曾经有一次啊 一块儿搭档 在人家厨房有一块肉 偷偷就给人拿走了 不能有我师父吧 我我我听说的时候也不信 跟我没关系 现在人很多年轻人 这个对于过去不了解 六十年代是困难时期 吃饭呢要粮票 那么那肉就不用说了 根本就吃不着肉 国家乒乓球队啊立了功 我们北京曲艺团呢 就去慰问国家乒乓球队 是国家为了照顾他们 把这个黄羊送给了他们 人家呢一看我们去演出 那个时候也没有劳务费 演完了之后呢说怎么办呢 说怎么答谢这些相声演 就逗着我们前仰后合的 这么乐 得了给两只黄羊吧 我们是北京曲团的分两个队 那我们这一只呢就挂在我们食堂 我们大师傅走了 明天上午来收拾这羊 给大伙炖羊肉 下边这羊肉我们要提前吃 怎么吃呢 请听王谦阳表演 这个羊挂在那儿 晚上吃完饭的时候看见了 然后说这不能砸玻璃 一砸玻璃 明天大师傅就看出来了 就是你肉偷不着也告诉你 对 出事了 夜里头十点到十二点时间 我们俩换上夜行服 然后从剧场的后门 爬墙进去 那个墙也不低 天啊老师 您平时学那些武功啊 毯子功 确实是为了演出用啊 演出也用 演出也用 用的少一点 这个用的多一点 房中间有一个天井 找个绳子 因为剧场嘛 它在上头 我在下头 到下头坏了 羊肉在那儿呢 没东西拉 正好呢 搁着一个破窗户 一拳头 把那玻璃砸碎了 拿玻璃搁置搁置 废了半天劲 用绳子 人留下没关系 肉不能留下 您真放心 金头老师 这拿着肉回家了 明天您就 直接逮您一个了 要不然得一起 对 这也就在这儿呢 煮完了熟了 也就一点左右吧 一人一块 就给吞了 这是我们 您一个吃的 这个我得现场采访一下 我们李增瑞老师 你的恩师 是一位老实人 怎么这个肉 您头一个吃的呢 就是馋 这个天祥啊 这个生存能力特别强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混蛋时候啊 我们四十几个人 到农村去劳动去 天天咱们吃什么呀 就弄一大柴锅 里头啊 是那变萝卜 完了烧开了之后 就这么大碗的 一碗棒子面 往这锅里头一洒 我们四十七个人 每天晚上就吃这个 这个吃这个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通气 就是学徒的时候 都是很坚固的 男生听女屋呢 不放屁 女生听男生 男生多呀 这屁他连着屁 那屋里的味儿就受不了 全是那种萝卜味 所以这天祥呢 带着我们逮青蛙去 他带着我们这几个人 到的地里逮青蛙 跟着天祥老师有肉吃 他会作用 我们不会作用 我们都是城里的孩子 拉这青蛙 这就是一技术 我们谁也不敢拉 我们这几个人 就吃这个 这青蛙吃完了之后 又得骂上 得完骂上 得小龙虾 不得小龙虾 有蛇 我们那时候 我们就喝蛇汤 那那个日子 过得就很不错了 现在来说 真的要没有它 我们指定多难受了 我们从小 有的时候 我们上哪儿来 没有裤子 天祥那裤子挺干净 你先脱下来 我先穿上 这都有 这就叫穿一条裤子的招供 我们都是这样的 这样长大的 有一年回包头 去看老母亲 斗哥 一看我那个衣裳穿的 把这脱了 把我这穿上 我穿着斗哥的衣服去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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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跟几位老师 我们知道这个搭档之间要怎么来相处